云南 怒江州是三江并流 世界自然遗产核心区域所在地 境内高山峡谷 大江大河 幽谷 密林等等自然地貌 为探险旅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暑期以来来这里体验各种探险项目的游客和爱好者们络绎不绝 开始挑战 好 这样也行 没这 没这 怒江境内沟壑纵横 山野林立 岩石坚硬且形状各异 无论是初学者还是专业人士 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攀岩路线 记者刚刚体验的这条野外攀岩线路 刚开辟不久 难度相对较低 上下落差16至17米左右 适合新手及初学者攀登 附近通达桥正上方 还有一条30米高的线路 适合有一定基础的攀岩爱好者尝试 我们怒江的沿比资源是比较好的 对比沿海的一些省市的话 我们是很棒的 超级棒的 距离攀岩地点不远的 怒江州卤水市双米地村 一场溜索横渡怒江的活动 也引来四方游客竞相体验 四根渡江溜索横渗怒江两岸 利宿族溜索好手们来回穿梭 非常丝滑地将游客安全运送到对岸 游客们在空中掠过的同时 还能欣赏两岸的壮美风光 很刺激 很好玩 很推荐 没有想到这个 就一根铁这么滚 然后呢 就是坐着溜索的时候 看风景真的特别好看 在兰平县罗古庆大洋场步道 来自全国各地的徒步爱好者 正在穿越老军山 完成一次妙不可言的挑战 怒江州文化和旅游局的数据显示 今年6月至7月 怒江州共接待游客151.2万人次 同比增长5.33% 旅游总花费13.33亿元